娱乐至死 金钱至上 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 最近的一段时间 杨幂 刘诗诗 平凡同框 前两天的家人女性影响了一支夜 她们就被拍到坐在一起 并且在活动中 两个人有说有笑 关系十分融洽 而在此之前 刘诗诗还被拍到 坦白杨幂 两个人同行的画面感动了许多人 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杨幂 刘诗诗已经结识十几年了 这其中她们曾亲如闺蜜 也曾端绝好多年 索性的是兜兜转转 两个人都还在彼此身旁 杨幂 刘诗诗的相遇 其实早在2008年的《仙剑奇侠转三》 彼时的两个人都没什么名气 前缘唐人电影公司 没几年的新人刘诗诗 赶上公司要拍《仙剑奇侠转三》 因为长得有气质 得到一个角色 而当时的杨幂还在拍李少洪版的《红楼梦》 但由于《仙剑奇侠转三》剧组看中了她 经过不断的沟通 才从《红楼梦》剧组中借到她 也是因为此 杨幂遇到比她小一岁的刘诗诗 两个人都是北京人 一起处于陌生的环境 更容易找到共同的话题 就像后来在一次采访中 刘诗诗说的 她跟杨幂都是北京人 杨幂说话直来直去 她很喜欢 并且两个人的性格还有点互补 刘诗诗就是个乖乖女 自小学舞蹈长大 后来机缘巧合下进入演艺圈 可以说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顺利 没有经历过太多波澜的她 生活中也特别慢热 杨幂就不一样了 她自小在剧组长大 经历了太多的人情冷暖 虽然练就了一身沟通技能 是身边人心中的自来熟 可她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愿意听她讲话的人 慢热的刘诗诗正好符合这个特点 就像杨幂说的 他俩一个慢热 一个自来熟 天生合拍 所以仙剑奇侠转三开拍没多久 两人就已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虽然这些年来 因为杨幂身边好友的不断变化 不少网友得出一个结论 杨幂是谁红跟谁玩 可其实在她与刘诗诗相识时 两个人都还是娱乐圈的小角色 但两个人的关系却是出奇的好 仙剑奇侠转三拍完 两个人私底下也是经常见面 据说有一次杨幂在特别冷的地方拍戏 刘诗诗还空运了暖水袋和水果给她 甚至据粉丝推测 里面的水果是刘诗诗亲自播好装合的 后来电视剧播出后大火 唐人组织旗下一人去旅行 杨幂不是唐人的 却也同游埃及 亲密的两姐妹还拍了不少合照 早年的社交平台还不是被迫营业的时候 两个人的生活记录中 到处都可见到对方的影子 杨幂比刘诗诗大 但是柳诗诗叫她小蜜 杨幂过生日时 柳诗诗主动给小蜜送祝福 柳诗诗的昵称是644 所以她微博的第644条 有着比较特别的意义 当时粉丝都在猜 不知道她会发什么 后来这一条柳诗诗转发了 诗蜜CP视频 还专门爱特了杨幂 其实不只是柳诗诗宠着杨幂 杨幂对妹妹柳诗诗也是百般呵护 2011年柳诗诗凭借电视剧步步惊心 拿下了白玉兰最具人气云演员奖 当时晚会邀请杨幂来颁奖 因为上届得主就是她 杨幂本来没打算去 后来听说是给刘诗诗得奖 立刻临时大飞机到场 颁奖现场还亲自牵着刘诗诗诗到舞台中央 可以说最初的几年 两人的关系是真的好 那时候还没有CP这个词 但诗密曾经力压当年大火的 更撤CP 全球排名第5 CP粉丝自称miss 既然是密诗的集合体 也是想念的意思 杨幂和刘诗诗还在一起给密诗们吐签 这样的关系持续到2011年 杨幂与刘诗诗分别主演的 《公》《步步惊心》 都是当年的热门剧 两人几乎同时成为单红小花 然而相同的题材 同样的年代背景 之前是好闺蜜的刘诗诗 杨幂 难免会被比较 并且因为《步步惊心》和《公》 整个的故事脉络都很相像 这样一来争论就更多了 闹得最厉害的时候 唐人老板还亲自下场讽刺杨幂 杨幂的粉丝哪受得了这个 一时间各种回应 这场争斗中 最尴尬的就是刘诗诗 一边是好闺蜜 一边是公司老板 维护那一边都会得罪另一边 在杨幂最需要人陪伴时 刘诗诗不得不选择缺席 反而是先见三美的唐烟 站出来公开支持杨幂 杨幂刘诗诗的关系 也自此变得微妙起来 虽然在最开始的采访中 有记者问他们 是不是真的因为公和步步惊心 闹不合 刘诗诗还没想好怎么回答 杨幂马上调侃回去 对啊 我现在又吃醋又嫉妒 结果下一秒 两人就亲密case上了 可就算是两人强行营业 但生疏也是心而易见的 特别是经过2012年 精英女神的角逐 那一年的精英女神 刘诗诗 杨幂 唐烟三人 纷纷入选了 当时为了让偶像拿到奖项 各家粉丝猛足了劲 结果最终刘诗诗胜出 拿下精英女神 刘诗诗拿奖后的各种通稿 以及在此之前的竞争阶段 各家粉丝的拉踩 都让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远 即便会说话的杨幂 最初还叽叽回应 他们并没有闹掰 而是因为彼此的工作都很忙 所以联系变少了 但感情没有变 可不知不觉间 他身边的女孩已经换成了唐烟 两人终于还是走散了 2014年杨幂结婚 唯一邀请的圈内好友是唐烟 两年后刘诗诗结婚 也没有邀请杨幂 当时有记者问刘诗诗 为什么没有邀请杨幂 刘诗诗直言说 他结婚的时候也没有邀请我啊 从那之后 两人几乎彻底断了联系 以前形影不离的姐妹俩 慢慢消失在彼此的世界 离开刘诗诗的杨幂 好朋友变成了唐烟 那他们俩曾经好到什么程度呢 杨幂结婚时 在场的圈内好友只有一人 她就是作为伴娘现身的唐烟 我想这足以说明两人的关系了 毕竟结婚这种大事 每位新娘身边最不能缺的 除了亲人就是闺蜜了 那如果这个答案你不满意的话 全美还可以列出许多事例 足以让你判断出他们的关系 2012年的9月随着第九届精英节的举行 杨幂和唐烟的互动开始变得比原来更亲近了起来 第二年年初唐烟当时的男朋友邱泽 突然被爆出疑似劈腿 这对于还算傻白甜的唐烟来说 当然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那段时间唐烟推掉了大部分通告 就算必要出席发布会时 她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可见唐烟的心情有多低落 而那段时间帮助唐烟走出谷底的最大功臣 又要非杨幂莫属了 据唐烟回忆说 那时杨幂每天都会给自己打电话 就算没有接通 也会问一声知否需要帮助 甚至可以24小时待命 只为能吞过聊天 让唐烟心情舒适一些 最重要的是 这些关心并非是表面化 而都是出于内心深处的 可能 只看唐烟单方面的言辞 我们还无法断定 两人的关系有多铁 所以经过几个小时的翻阅 全美终于找到 13年5月份杨幂的一次云采访 当她在采访中被问到 圈内哪些人是真心好朋友时 杨幂只给出一个答案 唐烟 她称自己和唐烟的性格很互补 又很相像 两人好到连最私密的事情都可以聊 而且被问到刘诗诗 杨幂还会将话题落到唐烟身上 除此之外 之前两人在天天向上同台时 唐烟就曾当着杨幂的面说 他们的关系到了无需揣测对方心思 说重话也不用担心对方接受不了的程度 从那以后 他们的感情就又进阶了一个段位 在外给对方的称呼也变成了公子娘子 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 他们会一起逛街 一起出席盛典 一起参加节目 一起粗息长谈到深夜 直到杨幂结婚那天到达了顶点 2014年1月8号 杨幂在巴厘岛和刘凯威举行婚礼 那天身为伴娘的唐烟 作为唯一一名圈内好友 出现在婚礼现场 那一天世界上多了一个词条 叫中国好闺蜜 在婚礼现场当杨幂 把捧花送给唐烟的那一刻 我们清楚地从两人的眼中看到了泪花 甚至直到两个月后 唐烟回忆起当天的情况来 还是会忍不住想哭 同年6月 杨幂生产后 唐烟也在第一时间跑到香港 看了小糯米 并以婆婆自称 我估计当时他们俩谁也没想到 本想着要试教的两人 却在不久后成了陌生人 我们从每年的生日祝福就可以看得出 在2015年时 杨幂给唐烟的生日祝福 从情话加合照变成了简单的一句话 唐烟这边从祝福加合照变成了自己的照片 而这一年唐烟主演的电视剧版 《何以生肖默》播出 杨幂主演的电影版《何以生肖默》上映 两个人饰演同一个角色 而且还是同一年放映 免不了被人比较 可能就是从这时起 两个人的闺蜜情被冲淡了许多 同时也是从那时起 唐烟开始在电影方面下足了功夫 似乎要追回失去的面子来 所以在2016年这一年时间里 唐烟相继上映了四部和朱英 郭富城等大咖合作主演的电影 虽然电影口碑低迷 但这也算是证明了 唐烟在电影方面的资源不属他人 其实直到16年11月初 两人的关系还算维持闺蜜的范畴内 因为那几天唐烟还帮杨幂带领了奖 但是在一个月后唐烟生日这天 很多人却发现了有些不对劲了 12月6日凌晨 杨幂卡着点对唐烟发布了生日祝福 并Q他早日找到另一半 要知道卡点发祝福 似乎在圈内只有关系最亲密的朋友 才有资格享受此等待遇 但没有想到当天中午唐烟和罗靖就公布了恋情 这就让杨幂很尴尬啊 身为无话不谈的闺蜜 竟然不知道对方有了相好的 从那后两人的关系就更淡了 甚至还总有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感觉 一期演出 由杨幂主演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被一片叫好 但是唐烟工作室却点赞了一条 把杨幂换成唐烟回更好的微博 虽然当时工作室澄清是好被盗了 但这对两人的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 后来我们也看到杨幂和唐烟再次出现在活动上时 就几乎没了交流 而且彼此之间的生日祝福也变成了简单的一句话 直到18年10月28日 唐烟宣布结婚 杨幂送上祝福后 两人的社交停在了那一刻 而且在次年的某品牌活动上 两人再次相遇 正好被镜头拍到 我们看到他们几乎成了陌生人 我想这种情况要放在几年前 估计两人早年一起了 虽然当时唐蜜CP粉曾一度反驳说 十几秒的镜头代表不了什么 但是后来的一系列迹象还是打了他们的脸 18年10月28日 唐烟和罗靖在维也纳举办婚礼 去了很多圈内好友 但却没有杨幂的身影 19年9月19日 唐烟宣布怀孕 杨幂也没有祝福 就连唐烟生女当妈 杨幂还是没动静 而唐烟那头也是一样 不管杨幂过生日还是离婚 他都置之不理 可以见得早在那会儿 两人的关系就已经走到互不理睬的地步 这之后的几年 杨幂身边的好朋友是不断的变化 但让不少网友惊讶的是 从去年开始 杨幂刘诗诗又恢复了联系 去年11月 杨幂和刘诗诗同场参加 温宫凤姆的时装电影盛典 在一张合照里 刘诗诗偏头靠肩 贴近杨幂 姿态亲密 而到了一个月后的 COSMO盛典现场 两人关系更融洽了 当时主持人问 如果能穿越 最想回到什么时候 刘诗诗说 活在当下挺好的 杨幂大方调侃判刘诗诗 说刘诗诗抢她台词 一旁的刘诗诗听完 直接笑了出来 可以说经过时间的治愈 两人的关系彻底恢复了 这才有了今年 昔日闺蜜不断通过 其实同样在今年 三月的微博之夜上 杨幂看好友唐嫣的眼神 也引起了热议 不少网友表示 从这个眼神中 看到了杨幂对过往的怀念 虽然说如今的杨幂 离开了唐嫣 还有刘诗诗 但还是希望有一天 她能和唐嫣破冰 先见三美 能够真正的痛况 好了 今天的瓜就迟到这里了 圈妹也算是重操就业了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我们评论区见哦 在这里也算是重操就与 我们下方的 kijken